各位嘉賓好 今天是2023年元月31日 禮拜二 今天是民國112年元月31日 禮拜二 西元是2023 元月31日 禮拜二 也是八年初始 跟各位嘉賓拜個晚年 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今天跟各位嘉賓介紹賀足理論 這是維基百科的資料 我們先看一下這篇維基百科 那個賀足理論 他參考的資料 在第一筆裡面 他參考了那個 這個 我發現這個維基的 引註方式 這個的話 這是他的姓 這是他的名字 這兩個顯然就是不一樣的 可能不同的人來引註 這是 Shelfin 還有那個 他有提到那個 刑事司法的賀足 犯罪賀足 犯罪 犯罪 文獻的探討 好 這是這篇文章 然後我們看看還有一個 Jane Drow 他有提到的 Facts 監禁的效果 對再犯 Re 就是再一次 Citivism 的效果 監禁 Present Present Sentences 監禁 對再犯的效果 還有一個Martin 英語的那個 英文事件裡面的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 然後還有Duront 2014年的 就是說 刑事 犯罪心理學的介紹 他這個 微信蠻多的 還有那個 劉孟奇 張奇路 盧靜子 他也有 在公共行政學報裡面 2010年的時候 他發表一篇 警力增加 能導致切刀犯罪率下降嗎 台灣縣市1998到2007 那一個 動態的 那一個 追蹤資料 這是劉孟奇他們的 資料 好 那我們看看 還沒有其他的 那個 資料 然後還有一個是 那個Statman 他再一次的思考 監禁 Inconsultation 新的方向 降低犯罪的新方向 然後 再考慮一下 前進的那個 效果 好 我們看第25筆資料 Andros 他 這些作者寫的 他 他寫一個 他說 Getting Justice 得到正義 他說 處罰 還有一個 就是處罰 一個 處罰 然後呢 還有他的那個 替代性的做法 這個處罰 以及 就是正義的 然後他說 這個正義的觀點 就是說 處罰 或是說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那個 alternative 替代性的做法 這樣 還有 克德曼 他說 重刑行不行 酒駕重刑化 利大於弊 這個就是在 在挑戰這個 賀阻理論 這個賀阻理論 那這個Statman 第20筆Statman 也是在 在挑戰賀阻理論 Reconsider Incancelation 再一次的 考慮 監禁的效果 這樣 他說 降低犯罪的 新的方向 New directions 這個 這個都是像 23筆 這個 康德曼 重刑行不行 酒駕重刑化 利大於弊 這個也是在挑戰 這個 重刑化的 好 好 嗯 然後 這個 這個 我們看第十二筆 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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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提到 他有提到 刑法的制裁 好 Stat Fairlich Lich Sanction 這個好像是 這個好像是英文的Sanction 刑法的制裁 這個好像是德文的資料 德文的資料 這樣 好 好 呃 這個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引用 外文的資料 好 那我們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 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的 嚇阻理論 好 這個嚇阻理論 他英文叫 Deterence Deterence T-E-R-R-E-N-C-E Deterence 他就說 犯罪血裡面就要消除犯罪動機 好 刑事政策裡面就是關於預防犯罪 好 一個犯罪的 理論的一個 觀點 如果 事實上他就重刑化 重刑化 加強 提高刑法的刑度 加強法律執行的程度 嚴懲 他那個對策就是嚴懲 殺雞 警頭這樣 嚇阻其他的 殺一警百就對了 好 嚇阻他犯罪 就是他的 所以他相關的那個計畫有幾個 第一個 治亂事用重點 第二個 向毒品宣戰 第三個 三政法案 第四個 傑西卡法案 第五個 下乖計畫 賀乖計畫 賀乖計畫就是 這個計畫就是在1970年代 美國紐澤西州開始施行 就是針對青少年 預防他再犯 就是說 他這個賀乖計畫 也有人把它翻譯成恐嚇從善 賀乖 就是帶這個青少年去參觀監獄 然後 然後由壽星人親自講述在監獄中的生活 是多麼恐怖 不堪忍受 不過如果是真的這樣的話 好像是違反壽星人的人權 以警惕青少年 若他們堅持走上犯罪生活 可能以後就會像這些成人一樣 關在監獄裡面 這就是說 帶青少年去參觀監獄 讓他們感受到 原來監獄生活是這麼不自由 這個有好有壞 有壞 他那個青少年去看 這樣監獄還好啊 不過他們 好的話 正向思考的話 他們就警惕他們 不要再犯罪這樣 壞的話 他們青少年更早進入監獄裡面 了解監獄的實際狀況 欸 覺得不錯啊 監獄裡面 也會放風啊 然後 早餐 午餐 晚餐都不錯 那如果會 許那個人 製作麵包 製作西點的話 下午三點的時候 還有點心可以吃 所以 有好有壞 好 傑西卡的話 就是對於性侵害犯的話 對於性侵害犯的話 用重刑 重刑 然後有一些美國 有一些州 他是公佈那個 性侵害犯的那個 他的姓名在 然後讓大家知道這樣 傑西卡 他的全名叫傑西卡 那個倫斯福德法案 2005年美國佛羅里達州所 通過一個法案 傑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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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雨后的社区监控 包含光布桃的名字 那我们看 在接下来跟各位嘉宾介绍三证法案 三证法 这是美国联邦陈级跟州陈级的 法律 要求美国各州法院对犯 第三次 函理上重罪的罹犯 三证 一 一证 两证三证 重罪的罹犯 采取强制性的量刑准则 大幅延长他监禁的时间 然后就把有期徒刑判得很重就对了 拉得很长 目前所有法案下限经为 25年有期徒刑 最高是 无期徒刑 所以他那个 三证法案 他那个下限所有法案 三证法案 从25年开始起算就对了 就是 从25年 最低 迷你把25年起 起跳 然后最高是无期徒刑 然后 后者 无期徒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不得 假释 大幅法案规定了25年 这样的法案在1990年代 极为盛行 这就是三证法案 三证法案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也是属于 贺族 理论 就是 向毒品宣战 毒品禁制政策 也是 毒品禁制政策 自乱施用重点 也是 所以贺族理论常常用到的 计划 就是 第1个 自乱施用重点 第2个 向毒品宣战 毒品禁制政策 第3个 三证法案 他最低刑期从25年起跳 第4个是 JESICA 法案 JESICA B 第5个是 下乖计划 和贺乖计划 带青少年去参观监狱 青少年觉得 哇好恐怖喔 监狱的生活 这么恐怖 哈哈哈 他们就不敢犯罪了 这样 这叫下乖计划 那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三证法案 这个三证法案 它是从25年起跳 就是说 三证法案 绝大部分的那个法案 下限 它最低 都是从25年起跳 事实上 贺族理论最常见的做法 就是 加强法律 执行的程度 然后提高刑法的那个强度 好 因为字比较小 所以 我跟各位嘉宾报告 我就把它 那个 贴到 COPY 贴到这个 WORD里面好 然后把它放大 这样字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 那今天 我是跟各位嘉宾报告 我是 柯宇瑞 那今天 是2023的 1月31日 礼拜二 那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 贺族理论 犯罪血里面的贺族理论 贺族理论 那 基本上我对贺族理论的观点是这样的 对于 犯罪行为 就是 不法的行为 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制裁的话 事实上他会有那个学习效应 那这个整个 台湾 整个 社会崩溃 然后 制裁的话 就是要合乎比例原则 合乎比例原则 合乎比例原则 要符合比例原则 就是他 我们加注于 犯罪人 还有 犯罪人 对违法者的 那个刑事制裁的 手 就是他的那个 刑度 要跟他犯的罪 要呈 比例这样 不能够 太重 如果他犯了轻罪 我们不能给他 处罚太重 他犯了重罪 我们不能处罚太轻 但是这个贺主定我们也要特别留意一下 三证法案也有侵犯 受刑人权之余 在这个所有法案里面 比较有争议性的就是 杰西卡法案 杰西卡法案 这是2005年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法律 他的英文叫做 JESSICA RUNS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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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D ACT 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一个法案 叫做 JESSICA ACT 他的全名叫 JESSICA RUNSFORD L-U-N RUN S RUNSFORD FORD 常简称为 JESSICA ACT 这就是防止儿童性侵 性侵害犯 性犯罪人 出狱以后 再犯 再去强制性交 儿童 好 好 那 他这个就是说 2005年的时候 美国佛罗里达州 有一个叫做 JESSICA RUNSFORD 的 9岁的小女孩 被那个 对 对面一条街的那个邻居 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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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 然后性侵 然后 强制性交 然后把他杀害 然后 根据另外一个梅根法案的话 性侵害犯出狱以后必须向警察登记最新的处所 库里违反了这个法令 以致警方和社区在案发前不知道他的库里的行踪 这样好 然后 这个案件的话 JESSICA 这个 强制性交杀案案的话 引起了佛罗里达州 尤其是家里面有儿童父母的进化 所以 所以那个 在2005年的时候就有一个1877号提案 就是所谓的JESSICA JESSICA 好 2008年以后 美国共有25个州 25个州 对初次 第次 THE FIRST 性侵害的那个 性侵害儿童强制性交犯 规定2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这样好 39个州使用电子脚梁 来监控 monitor 出狱的儿童性侵害犯 然后 23个州里面有 两个都给他实行 就是第1个 给那个 假设这个犯罪人强制性交儿童的话 就给他判25年以上 然后再加上缴聊这样好 然后还有那个总结有美国的49个州采用了与 JESSICA 法案类似精神的一个多项措施 第1个 大幅加重刑法 第2个社区监控 第3个 电子监控 这样好 电子监控 那 一般就是 根据佛洛里达州的JESSICA法案的话 就是最初的 初犯的话就是 至少要给他 25年 好 25年 好 那最高他可以到达那个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 然后出狱以后就必须要进行社区监控 community control 这样好 然后终身都要佩戴那个电子脚梁 或卫星 电子脚梁 电子脚梁 就是电子监控 他可以具有 他那个电子脚梁的话 就是说 也是要电子脚梁 电子脚链 电子监控 自动的无线电或卫星定位方式 回传 他会回传 他就确定说这个犯人没有离开指定的范围这样 或是说 没有进入被禁止的区域 然后 对于电子脚梁至少会有一个中控的电脑主机 检查讯息是否定期肥传 这样 定期肥传 好 这就是说那个 杰西卡 杰西卡 杰西卡的话 有一个比较 比较有争议性的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公布 公布那个性侵害 在那个网络上公布性侵害者的那个 名单 名单 我们 我们 国家事实上也有 我们 不用公布性侵害名单 就是我们有根据那个 杰西卡的法案 就是杰西卡这个 就是我们 2010年的时候 我们有 有那个讨论说要 引用那个杰西卡 还有梅根法案 然后那时候的立委叫杨立环 19位立法委员他提一个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我们看一下 他说那个 在那个20 这是 2011年的时候提案 到2011的时候 2011的时候那个 业瑜伽 业瑜伽 业瑜伽少女 他他被强制性侵 然后 那个 就是有一个强制性侵犯 性侵14岁的少女 业瑜伽 然后 把业瑜伽杀死 所以那时候 就是说网络上有联署 做法就是以被害者命名的法案 叫做业瑜伽法案 就对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修正草案 2011年的时候 6月3号 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就审查了一个 修正案 第1个就是出以后要电子监控 第2个建立性侵害加害人的档案 然后针对所有性侵害犯的那个加害者 就是说那个 就是要建立资料库 然后公布加害人的 名字 在网站上 供民众查询 这样 然后强制治疗 强制治疗 然后这里有提到 儿童性侵害加害人判决确定以后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这部分是 没有被采纳 那第6个就是说 知性徒刑完毕以后如果有再犯危险的话 由法官裁定 公布照片 这样 好 那这个是2011的时候 那我们的立法 性侵害防治法 性侵害防治法 那我们看一下 性侵害防治法 性侵害防治法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104 他说 这个部分 性侵害防治法 我记得是不是 好像 他后来有改一个 那个 他后来 就是说好像变成 儿童性剥削 防治法 他好像有 他好像有 有那个 我看一下 这个是性侵害防治 性侵害防治法 我看一下这个 全国法规 资料库 全国 这个好像我的印象里面 他好像 似乎那个 他好像 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 这个还有一个很新的资料 他说 2023 1月10号 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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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削 防治法 变成儿童性剥削 然后 抱歉我记错了 然后性侵害防治法 还是有 那个我记得那个叫做 性侵害防治条例 改成性剥削防治条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还是有 那 那这个 20 这个是 联合新闻网 就是说 那个 性侵害防治法 这个是 联合报的资料 联合报资料 他20 联合报的资料里面 他有提到 2023 就上个月 还蛮新的 信侵害防治中心 得与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合并设立 然后增订那个 性领向网络下架机制 这是最新的 最新的 这是联合报的资料 这是联合报的资料 所以性侵害防治法 事实上 目前还是 有效的法律 那他这个 最新修订的是 104年 不过 不过 这里有提到一个 联合报里面有一个资料 2023今年的元月 他 他有说那个 性领向 要强制下架 所以他最新的 那个修正 是在 今年的那个 元月 今年的元月 今年的元月 说那个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他有修正 他跟柯博教兵 抱歉 我记得那个 性教育防治条例 他改名字成 儿哨性剥削 防治条例 这一个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仍然是有效的 条文 性侵害犯罪 性侵害犯罪 呃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总共有几个条文 25条 他最新的 他有修订 刚才 刚才那个 联合报 这个小文 联合报里面有提到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修正三图 增定 性影像 网络下架的 那一个 机制 这个可以看一下新闻就知道了 性侵害 防治法 这个联合报 自由时报有提到 三周前 性侵害 防治法 删除 通过要求网络平台 保留犯罪网页 资料 180天 就是网络平台要保留 犯罪的网页资料 184天 然后 这个三例新闻网也有提到 立法院删除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增加网络业者 下架机制 那个 防性侵影像 一直 spread 传播 这样 性侵影像 他就是有 有那个下架机制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 那个 新闻 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最新的就是那个 这个联合报提到的 联合报他的新闻有提到的 他说 立法院会 今天晚间删除 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部门条委 修正草案 明令直较是 县市主管机关 因整合警政教育 就整合机制 然后增订一个 性影像网络下架机制 然后那个 自由时报提到 那个网络平台 性侵害防治法 要求网络平台 保留犯罪网 犯罪网页资料 180天 就是这个 侵查犯罪是用的 强化对性侵害犯罪人的保护 然后还有那个 三立新闻网也有提到 他说 防治性侵害案件 影像传播 立法院 会今天删读 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部分条委修正草案 增订 网络平台业者下架 性侵害犯罪 网页资料 这样 好 那在这个杰西卡里面 我们那个 2011的修法 就是说 建立全国性侵害家人的那个 资料 在第九条里面 第九条 这是杰西卡的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扩大 这是每个人法案的精神 扩大性侵害家人 有再犯危险者的强制治疗范围 且治疗期间无上限 这是杰西卡的精神 至其再犯 再犯危险 显著降低为止 这个部分 22条字一 我就觉得 这个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22条字一 这个部分 非常有疑虑 非常有 就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 22条字一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 22条字一 这个部分事实上是 我觉得事实上是 非常非常有争议的 可能因为他那个治疗期限 期间无上限 那治疗 那保安处分就是把 等同 等同 以把保安处分 当作监禁一样 然后至其再犯危险 无下 那个 理论上是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 恐怕还是真的是 要有一个 期限会比较好 因为是严重的侵犯到 性强制性侵犯的 那个人权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22条字一 22条字一 这个是那个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里面的 22条字一 我们看一下他的规定 22条字一 他会加害人于 凸刑 期满前 接受辅导 或治疗后 经鉴定 评估 认为有再犯危险的话 而不是用刑法91条字一 他说加害人于 图刑执行 期满前 然后他是接受那个 那个 强制 防治强制性交再犯 然后 鉴定有再犯的危险的话 然后他就事与强制治疗 然后加害人于20条接受 身心治疗 鉴定 仍然没有成效的话 他说 该管地方法院的检察官 检察官得检据相关评估报告 申请法院 进入医疗机构 或其他指定处所 施以强制治疗 施以强制治疗 就是说 该管法院的检察官 该管法院的那个 地检署的检察官 可以根据这个检据相关的 报告申请法院 令其 进入医疗机构或指定 处所施以强制治疗 那22条之一的第3项 前两项的强制治疗期间 自他的在犯 显著降低为止 每年至少评估一次 然后评估有无停止治疗的必要 然后他经鉴定评估 无继续强制治疗者 加害人 地方法院的检察署的检察官 军事法院检察署的检察官 或是直辖市县市的主管机关 得申请法院 军事法院裁定 停止 强制治疗 22条之一的第4项 前两项的加害人 经通知 依指定 日期 道场 指定期日道场 接受强制治疗 未按时 道场者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罪名叫做 应依指定期日道场 接受强制治疗 而未按时道场 而未按时道场 罪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均一科 或病科新台币 5万元下的罚金 22条字 性侵害防治法 22条之一的第5项 第1项第2项的申请程序 强制治疗的执行机 机关 处所 执行程序方式 经费来源 还有第3项的 厅子 强制治疗的申请程序 方式 鉴定 还有评估 省议会的组成方式 有法务主管机关 就法务部 会同中央主管机关 还有国王 主管机关 定职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要让这个 信 那个 加害人 接受强制治疗的话 必须有 检察官 检据相关的评估报告 向法院 申请 向法院 申请 裁定 进入医疗机构 或其他 指定的处所 施以强制治疗 这样 施以强制治疗 这个是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 这个主管机关的话 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的主管机关是 卫护部 那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二十二条字一里面 他说 这个强制治疗 强制治疗 强制治疗 二十二条字一的第3项 前两项的强制治疗期间 至其再犯 危险 显著 低 执行期间 因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 鉴定 好 但我觉得 每年的话 太短 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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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了 像那个 毒品的借制的话 观察热界是两个月 强制 观察热界两个月以后 就接下来 就要进行评估了 好 那个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 那个 观察热界是两个月 我们这边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二十二条字一的第3项 强制对性 犯罪人的强制治疗 一年才评估一次 好像似乎 有侵犯到他 人身自由权 我觉得 然后这句话更是有争议性 前两项的强制治疗期间 至其再犯危险 显著降低为止 那如果他都没办法降低 二十二条之一 治疗期间无上限 至其再犯危险 显著降低为止 那如果他没办法降低 是不是就终身监禁 这样的话 触犯刑法231的杀人罪 杀人犯 他还可以假释 强制性要治疗到他 再犯危险 显著降低为止 我是赞成 是一定要治疗到他的那个 再犯危险 显著降低为止 但是 治疗期间无上限 这部分我觉得 就非常有 有争议 这样 有争议 本来的话是 最长不得遇三年 后来改成 至其再犯危险 显著降低为止 就是说如果没有显著改善 可无限延长 可无限延长 那通常都是在那个 陪德医院 就是台中 矫正署台中监狱 互设的陪德医院 那 事实上也是大幅延长的 渐进 我觉得 这个部分可能有 有改善的 那个 必要 有改善的 必要 那我们 性侵态犯罪防治法 里面没有通过的 就是说 我们 三证法案是最低刑期 最低刑期是25年 那我们是把他那个 法定刑的话 我们是提高他从上限10年提高到15年 但是他也是没有达到25年这样 好 我们 觉得那个 就是对于15年 提高到15年 好 到底是不是 就是说 要不要向那个三证法案提高到25年 这个部分很有争议 有人认为要提高到25年 但是 法律学界的意见就是说 要必须对整部中华民国刑法 所有的罪名的法定刑 要做通判的重新考虑跟调整 而不是零新的调整 妨碍性质罪即可 这样 因为就很容易造成刑法 秩序的那个混乱就对了 就是对于刑法的那个 这边有一些罪 比 比那个强制性交 还更严重的 结果判的比那个 强制性交还轻 就是说 要整个 来做通判的那个重新思考 调整 民众也很质疑说 要等到法律学界做完 通判的考虑 不知是何年何月的 第二个就是说 性侵态犯 性侵态犯 到底要不要公布这个 性侵态犯的那个 他的个字 性侵态犯罪 这些仿制法里面 目前是没有 目前是没有 第六条是他的主管机关 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一个 他的治疗 22条之一是治疗 然后 然后 这个部分就是 对于 那我们有定期报道了 报道 要向警察机关报道这样 那对于那个要不要公布他的那个 报道的期间是7年 那到底要不要公布他的那个 根据美国媒根法案的精神 就是公告 性侵态犯的个资 然后在2011年的那个 性侵态犯罪防治法是没有通过的 目前的证据 是不支持说公告性侵态犯 他的前科资料有助于降低性侵态犯 尤其是这样 针对儿童性侵态犯罪而言 那就是说 公布这一个性侵态的个资 公民众查询 他的那个 实际降低 犯罪是 好处是没有了 坏处是有证据的 就是说公布个资 性侵态强制性侵态犯的个资 证实会使加害人更难 复归这个社会 他说在少数民众激情的催化下 连类加害人身旁的那个 父母亲友 会被歧视 甚至会被攻击 所以事实上我们就是没有公布 公告 那个性侵态的个人资料 光民众查询 这个部分我是赞成不要公布比较妥当 因为他到时候要回归社会 我们的社会真的是很困难 很困难 然后再来化学去世 化学去世 立法院有做成附带决议的 他说 司法性 就是化学去世 医学伦理人权跟社会公益 细节及配套措施 请内政部 卫护部 法务部 会同相关专家 召开公听会 广泛收集意见 这样 我们 有关于化学去世 我觉得 可以 就是说 考虑的方向 就是说 就是说对强制性家犯 我们 因为治疗到他没有显著在犯危险 事实上是 好像是 可能对某一些性期待犯 可能是遥遥无期 我们是不是可以 是跟 我是跟各位嘉宾报告说 我的想法 就是说 可不可以考量说 让他吃药 就是 男性荷尔蒙 假设这个男性的强制性家犯 他的那个 男性的荷尔蒙 很发达 男性荷尔蒙 港丸基数 很发达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让他定时吃药 让他定时吃药 然后减低他的那个性的冲动 这部分事实上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他是病人 病人 这样 在适当的那个 条件之下 让他能够出于这样 不是说 呃 无限期的在把他接受治疗 这样好像是另类的那个无期徒刑 另类的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好 接下来再跟各位嘉宾报告 贺卒理论 这个贺卒理论最初的想法就是说 欲宣先告 言行 俊法 言行俊法 俊 言行俊法 就是 能够贺阻 人类的犯罪行为 这样 那贺卒理论除了正式的那个制裁制度 像性侵态犯罪 仿制法就是 正式的 贺卒理论也使用非正式的制度 制裁 概念 舆论批评 亲友的不认同 就不认同 不是不认同这个犯罪人 是不认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 舆论批评 但是 虊论批评有时候有好有坏 有好有好有坏 那我记得有一个补习班的一个老师有好几天前跟那个 北依林的学生发生不认练嘛 然后弄到最后那个 舆论的结果是 差一点把补习班的女儿被他逼死了 就舆论 就那个补习班他是 大家都叫他狼师嘛 跟北依林的女生发生不认练 结果后来北依林的女生自杀了 我忘了那个老师的名字 结果那个老师是 后来他太太跟他离婚 就老师的女儿 在学校里面上课 在去学校 也被是被霸凌了 所以 理论的批评 他的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这样 好 这是赫阻理论的一个做法 那 赫阻理论常常用的话就是 事乱是用重点 赫阻理论 赫阻理论常常用的 赫阻理论常常用的那个 赫阻理论常常用的 手段 第一个 治乱是用重点 第二个 向毒品宣战 第三个 三政法案 三政法案的最低刑期 所有法案的下限的有期徒刑都是25年 最高是 无期徒刑 第三个 第四个是杰西卡法案 杰西卡法案 杰西卡法案 法案是针对那个 他跟梅根法案是兄弟姐妹法案 杰西卡 伦斯福德法案 Rinsford Act 他就是说 对那个 强制性交儿童 这个 刑犯罪人 第一个 出犯的话就大幅的提高他的行动 第二 除以后的那个社区监控 然后再就是 那个 赫阻法案第五个就是 那个下乖计划 下乖计划 这样 赫阻 赫阻理论的话 最主要有 就是有这 一 治乱是用重点 二 向读品宣战 三 三证法案 四 杰西卡法案 五 下乖计划 这样 好 那 乱是用重点 或是乱是用重点 是中国历史上 关于 治理犯罪的一个 观点 他背后 两个比较相关的一个 哲学 第一个就是 能是 公立主义的 然后 会理性 计算他的犯罪行为 他的犯罪所得 还有那个被逮捕的风险 利弊得失 然后 根据这个公立 就是公立主义的计算 犯罪人最后决定 要不要犯罪 这样 人的本能都是 怕痛 怕死 这样 犯罪之所以 猖狂 就是因为 惩罚不够严厉 所以 就是说 直接提高 他的行动 这样 好 那 贺阻的效果 贺阻的效果有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刑法的确定性 然后第2个是 Severalty 他有刑法那个严重性 好 严重性 第2个是确定性 确定性 就确定性的指的是什么呢 确定性指的是说他 可以被警察逮捕 然后一算到地检署 被起诉 然后被法官判刑 然后入监服刑 这个被处罚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他的确定性 好 确定性 第1个是刑法的那个 确定性 好 以及 第2个 刑法的严重性 刑法的严重性 那确定性的话就是他 他能够被处罚 被punishment的 一个possibility 第2个是 Severalty 严重性 就是说他犯罪 被抓 然后呢 他的那个 后果 后果那个严重性 这样 加重处罚就是他 加重处罚 常常听到的加重处罚 就是 从严重性这个角度切进来 这样 所以才会 增加加重处罚 然后相关的研究指出 增加刑法确定性 确实能减少犯罪 且效果 高于加重刑法 加强执法 这个增加刑法确定性的做法 在实际上 就是说 刑法的确定性跟那个严重性 加起来 跟那个严重性相较的话 就是说这一个 贺阻效果里面有分两部分 刑法的确定性跟刑法的严重性 哪一个效果会比较好 哪一个效法对贺阻犯罪 效果比较好 结果是刑法的确定性会 效果更好 就是说确定性的效果 确实能够减少犯罪 它效果比那个严重性更好 但是 增加执法的确定性的做法 面临到一些问题点 面临问题点 有时候 这个跟警察经费事实上也是相关的 另外一个问题点就是说 另一方面是否应该重罚 就是说要看重罚本身的效果 改善社会环境 以减少犯罪的诱因事实上也是很重要的 减少犯罪的诱因 减少犯罪的诱因 改善社会环境 跟那个 它是减少犯罪的诱因 以减少犯罪的诱因 这个部分 重罚的话 这个意思是说 重罚本身的效果 跟改善社会环境 还有那个 严重性 事实上都是 没相关 就是说 那个 另一个方面 这个 一个犯罪行为 是不是应该给他加重处罚 端看重罚本身的效果 像举个例子好的 死刑 死刑对 恶阻犯罪事实上是 没有效果的 他说这个和 改善环境 减少犯罪 还有加强 这是严重性 严重性跟确定性 事实上是没相关的 严重性跟 改善社会环境 也是没相关的 他说 对那个 对死刑 对死刑 就是死刑 对于 杀人犯罪的 潜在效果的研究 到现阶段 是不一致的 他说 对杀人犯的死刑 在内 重罚 可能有助于 减少犯罪 不能断定 重罚 罪犯 一定无助减少犯罪 这个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针对 杀人犯罪而言 死刑的话 对于 各类刑的犯罪 事实上都是 我之前做的那个 统计研究 事实上死刑 对于 各类的犯罪 事实上他都没有 为何力 死刑对各类的犯罪 事实上都没有 为何力 这个部分 赫阻理论事实上是 很不简单 赫阻理论 赫阻理论 那赫阻理论 他有一般 特定的赫阻 赫阻他有一般性的 还有针对性的 一般 赫阻是针对 非本质犯罪的人 对一般的民众 透过高调的打击 犯罪行为 让他们知道 犯罪的代价 这个 杀鸡警 一般的民众就对了 潜在犯罪人 减少他们的犯罪 郁郁 针对性的 针对性的赫阻就是针对本次的犯罪人 本案的犯罪人 利用长期监禁 判证法案 提高罚金 罚金 那 刑事法叫罚金 行政法叫罚凡 减少他们再犯罪的犯罪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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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性的贺阻 在德国法学界 还有我们 我们台湾的那个法学界 他相对应的概念的话 叫做 消极的一般预防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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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ion 就是General Prevention 就对了 Negative General Prevention 消极的 一般预防 好 Pravention 就是 消极的 特别预防 就是针对性的 就是一般性的贺阻 跟针对性的贺阻 一般性的贺阻 在法律上叫做 消极的一般预防 一般嘛 然后针对性的 也是消极的 特别预防 针对性的叫特别预防 他说这个 德国 十八、十九世纪的 那个 现代新法 事宜学 开山施柱 废尔巴号 废尔巴号 他有一个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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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齿棒 齿棒 就是强制 他说是 辨制消极的 一般预防理论 就是 这个 一般性的 犯罪 那个 贺阻理论 呃 呃 在那个德国 18、19世纪的时候 那个 现代的那个 刑法 事宜学的 开山施主 废尔巴哈 废尔巴哈 他就提到一个 心理强制论 好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呃 实证研究的 有关于贺阻理论的实证研究的效果 他说加重处罚跟加强制法两个常常被混淆 加重处罚是严重性 贺阻的严重性 然后加强制法是他的确定性 确定性 加强制法和刑法 就是这个 加强制法是 谈的是刑法的确定性 这前面 跟台有前面有跟各位嘉宾报告 就是说整个刑法的贺阻理论分为两个部分 第1个是刑法的确定性 就是第1个确定性就对了 Certainty Certainty 刑法的确定性 刑法的贺阻理论 第1个是刑法的确定性 确定性 他确定能够被逮捕 然后入监服刑 起诉入监服刑 第2个是加强刑法 这个才是严重性 所以贺阻理论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确定性 一个是严重性 严重性 加强处罚的话是严重性 Certainty 加强执法的话是 Certainty 确定性 加强执法和确定性有关 加强执法的话加强逮捕 研究指出 加强执法以及刑法确定性 确实有贺阻犯罪的潜在效果 他说不论刑法的轻重 在 处罚确定性的话 Certainty 高的情况下 潜在的罪犯 比较不会去犯罪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加强执法和刑法确定性有关 加强执法还有刑法的确定性 确实有贺阻 潜在犯罪的效果 就是说 当然 这个就是加强警察的执法 然后 警察那个执法能力很强 然后 犯罪人一犯罪就把他逮捕起来 逮捕起来 具体逮捕起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 就是他的确定性非常高 这样 犯罪人 潜在的犯罪人 会 潜在的犯罪人 然后他 不敢去犯罪 这样 他说不论刑法的轻重 在处罚确定性 处罚确定性就是说 不管他那个 是那个 死刑无息徒刑 这么重的刑法 或者是说只是罚金的 比较轻的刑法 只要 犯罪人一犯罪 就 被警方抓到 被刑事司法系统制裁 就会被我们逮捕 这样的话 在处罚确定性很高的状况之下 潜在的罪犯 比较不会去犯罪 因为他 他知道他一犯罪就会被抓了 他说 加强处罚的确定性 舍挺挺腰的做法 比加 加重刑法更有效 就是说 这句话 若潜在的罪犯认为 自己几乎一定 因为罪犯罪被抓 那他就比较不可能去犯罪 这是他的确定性 贺阻理论 贺阻理论这个部分是确定性 潜在的罪犯 认为自己 几乎一定会 因为犯罪被抓 这是确定性 那他就不可能 比较不可能会去犯罪 这样 可是 多数的刑事司法系统 他的逮捕率 起诉率 在实际上 实际上是不高的 现在起诉率比较高的是 日本 日本 这个 白补率 白补率这部分警察 还可以勉强的 强化执法 还可以做得到 但是起诉一部分的 检察官 因为地监署的检察官 事实上来是行政 行政系统 但是 各地的地监署 他的上级机关是法务部 法务部的上级机关是行政院 所以检察官事实上他还是行政官 一方面他是 检察官跟警察一样 检警 比较是属于行政系统 这一部分还可以 可以强化 但是 起诉以后 法官就 因为证据的受限于 人证物证这一部分 有时候要把犯罪人定罪 事实上是不容易的 所以说 增加警力 增加警察的设备 加强逮捕率 增加起诉率 可以加强 处罚确定性的做法 他是到了一个极限 就是说 确定性这部分就是 只能到达这个部分 起诉 就是说 如果我们探讨 这一个 处罚的确定性 因为贺阻理论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处罚的确定性 设定题 第二个是 那个严重性 针对 这个处罚的确定性而言 最高的极限就是 增加逮捕率 增加起诉率 超过这个 但是案件细属到法院以后 事实上 因为受限于 人证物证的因素 有一些罪 被定罪 就不是很 很方便 好 好 但在 增加警力这个部分 警察执法方面 他说 改变巡逻的方法 有一些研究说 也无法对 逮捕率造成 有正向的效果 然后他说在英国大约有 只有两扒线的那个 那个 案件的会受到起诉 好 然后 每七个人里面 受到起诉的罪犯里面 只有一个人最后会坐牢 就是会 入肩服刑 这个就是 这个他讲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讲的是 刑法的确定性 确定性 所以英国的那个 内政部 内政部在1993里面 他有提到说 对一个罪犯而言 他因为犯罪而坐牢的 几率大概是 三百分之一 三百分之一 我拿个计算机来跟各位嘉宾报告一下 这个是英国内政部怎么这么幽默 内政部在1993里面总结到 对一个犯罪人而言 他因为犯罪而坐牢的几率大概是三百分之一 那我们分子就是一 然后除以分母 三百 得到的几率是 0.003 0.003 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三 一 一 分子是一 然后除以三百 三百分之一 一除以三百 得到是 0.003 0.003 一千件里面 一百件里面 三百件里面的一个 用一千件来算的话 就是三件这样 美国状况也是类似 因此 因此假如 重罚确实能有效 贺阻犯罪 那么在实务上 比起加 加强刑法的确定性 加重处罚在反制犯罪方面 是比较容易 而且比较可行的做法 因为就是 我们直接在法律上 给他加重处罚 加重处罚 理论上 谈到贺阻犯罪 他有两个区块 一个是 犯 那个 确定性 对犯罪那个逮捕 然后给他制裁 确定性 第二个是 严重性 但是在确定性方面 有个问题点 很多案件的话 他的定罪率都是很低的 很多方面 他的案件的定罪率是很低的 所以英国内政部里面1993里面他做一个总结 对一个犯罪人而言 被告而言 他因为犯罪 被入监服刑的几率大概是三百分之一 三百分之一 那加重处罚呢 加重处罚的嚇阻效果如何 加重处罚 加重处罚的效果 加重处罚最高的处罚是死刑 但是死刑也不一定是有效的 加重处罚的嚇阻效果一直有征混性的 他说犯罪学者往往反对加重处罚 以减少犯罪的做法 有一些研究反对人行 俊罚的效果 有一些研究认为加重处罚反而会增加犯罪 死刑不会加增加犯罪 但是死刑也不会恶除犯罪 死刑 有一些研究也出现说 加重处罚确实能减少犯罪 一般人的直观上强烈倾向认为 加重处罚就是减少犯罪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学术研究 到最后 像打击人口 犯运 各式的 犯罪防治 的建议里面 通常提到的就是加重处罚 加重处罚 目前关于刑法的嚇阻效果 没有完全一致的研究结果 他说2017年里面的研究指出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 被告对警察和 合法劳动市场的存在有所反应 但现阶段被告是否对加重处罚有所反应 就是说 我们对受刑人给他加重处罚 对被告给他加重处罚 被告是不是能够理解到这个部分 好 罪犯是否对于加重处罚有所反应 这一点 有较少的证据 就是说 被告对加重处罚是不是有 有反应 有比较少的证据 但是 国内对于那个 强制性加犯 的 治疗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是无期限的治疗 治疗是无限期的 治疗到他 再犯 强制性交 就是强制性交再犯的危险 显著降低维持 那根据相关的实证研究 事实上这个对强制性交犯有嚇阻的效果 有嚇阻的效果 就是治疗到 就是他治疗是无期限的 对强制性交犯 事实上他 他有那个 有嚇阻的效果 有嚇阻的效果 对贺阻理论 他有赞成跟反对的 有赞成跟 对贺阻理论 有 有那个 赞成跟反对的 我们看一下反对的意见的看法 反对的 他说 有学者专家认为 过去数十年来 总结全球各国 数百分的观察 的报告 科学报告 可以发现 他说 基于贺阻理论的 刑事政策 单凭提高刑法 就算 仅仅就提高刑法 就算 增加执行 最严厉的刑法 如死刑 也没有 赫阻的效果 反而有轻微的提高 暴力杀人 犯罪率的反效果 这个部分跟各位家认报告 这个部分 真的是 真的是 这样 我们国内的研究 许春经教授 对死刑 的研究 还有我个人对 跑过那个 二十几年 就是 用二十几年的数据来跑 死刑 他没有办法 贺阻犯罪 但是他也不会提高 暴力跟杀人犯罪 这个是说 整体而言 不只是死刑 基于贺阻理论的刑事政策 贺阻理论的刑事政策 单凭提高刑法 就算增加执行 最严厉的刑法 也没有贺阻效果 也没有贺阻效果 反而有提高 有轻微的提高 暴力杀人犯罪率的反效果 各位嘉宾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种研究事实上也是很重要 就是说 就是说 执行 最严厉的刑法 执行 就是把刑度 加重处罚就对了 各类刑犯罪 我们都给他加重处罚 即便是我们增加执行 最严厉的刑法 变执行死刑 死刑真的是没办法 嚇阻犯罪 国内外的研究 显示都是这样 反而有轻微提高 暴力跟杀人犯罪的反效果 他说这个在社会心理学上是有证据的 我们看他 如果用社会心理学来解释 他说 他说这个国家的行为 透过媒体的宣传 就像那个 人们在 在那个 在那个 他的那个 脑部里面 就会有一个鲜明的那个 印象 他说是怎样呢 为了达成我所定义的正义 而给予他人不堪忍受的痛苦 就是 刑法 甚至必要属杀人 刑法 刑法把他提高到 最高行动死刑 以达成目的 这是可以的 一级国家的言行俊法 反而在社会学习下面 带来 人民暴力化的效果 哈哈哈 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言行俊法 死刑 死刑 如果存在的话 死刑是不是杀人 那国家都可以杀人 为什么 一般民众不能杀人 就是说 社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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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 我不想了各位嘉宾 赞同 反对死刑 死刑的话 恩 事实上 我们赞成死刑的话 事实上 我们就赞成国家杀人 国家 赞成国家杀人 他被杀人 为什么那个 杀人犯会被杀 被枪毙呢 是不是因为 他在那个 法务部里面有 监狱里面有刑场 刑场 然后法官给他判决死刑 然后法务部部长 签发一个死刑令 就可以执行了嘛 大部分都是凌晨 清晨的时候 再把他按一个 枪毙 枪毙 枪毙死刑犯之前 都会请他 这会请 我们法务部会请 准备 简单的 一些菜 还有酒 死刑犯 吃 一般的死刑犯 会吃 有少部分的不会吃 然后会喝一些酒 这样 好 然后再来是枪毙了 我们枪毙这个死刑犯的使用 事实上 就是国家透过 法律 新法 然后杀人 那 一般的民众的话 国家可以杀人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话 带来人民暴力化的效果 暴力化的效果 这就是说 会 重刑 尤其重刑推展到极致就是死刑 有时候会一个反效果 我也是 有时候会 就是说在社会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社会学习理论 国家都可以杀人的 为什么民众不能杀 那 反过来 继续那个议题 刚才 跟各位嘉宾报告的议题 当我赞成 某一个 假设我 我举例的 我赞成死刑 我是反对死刑 我赞成死刑 那表示说我赞成 将那个 杀人犯把他杀害 或者其他犯重罪的人把他杀害 把他杀了 事实上就是杀人 事实上就是杀人 那 他为什么被杀 就是因为 很多人同意 行使同意权 立法委员里面 那个 同意的票 高于反对的票 这样 立法委员 事实上就是民意的代表 那 死刑之所以会死 事实上就是因为 我同意 然后 让他死 事实上 真正的 罚警把他枪毙 他只是一个手段工具而已 他只是杀手 谁是真正的 拥有 决定他人的 胜跟死的权力 那就是看我们的意见 我们赞成 死刑 那表示说 我们就让他死 这样 那这个 我们是不是有权力 来决定一个人的生 跟死 这个部分 恐怕 很有真意性 这个佛法里面 菩萨界 还有五界里面 第一个就强调 就是不杀生 不杀生 这样 不杀生 蚂蚁都不能杀的 蛇也不能杀 毒蛇也不能杀 为什么人可以杀 所以 这个部分 很有争议性 很有争议性 使用 使用言行菌法的做法 被评断为判刑的做法当中 效果最少 且公正性最低的做法 这个就是说 有人来 词语这个言行菌法 就是他的公正性是最低的 效果最少的 实行 事实上 死刑是真的没办法 喝醉犯罪 加拿大一个犯罪学者 叫做 Jane Draw 他做一个 他这个 这是后摄研究 50篇的 研究报道 来做后摄分析 监禁的喝阻力 然后 售册单位 多于30万名 罪犯的整合研究 这是后摄分析 他说没有任何的分析 显示对罪犯处理 监禁会减少再犯 哈哈哈 这个研究可以 稍微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 研究报告 他说 对罪犯处理监禁 会减少再犯 那事实上这个 接线的监禁 这个我以前 听过那个 警大的 教授 林建阳老师 他还没退休之前 他也是我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他 还没退休之前 有一次在学校演讲 开学的时候 那他就有提到 现在的监禁 事实上 矫正的效果非常非常低的 监禁就是 事实上就是 监禁的 矫正的效果很低 事实上就是隔离而已 隔离 隔离 矫正的效果 如果他 治疗 矫正的几率很低的 如果他可以被治疗 他事实上就不会再犯 所以 就监禁事实上就是隔离而已 被处于监禁处罚的罪犯的再犯率 和那些判处社区处狱的罪犯的再犯率相近 这个研究非常重要 再犯率相近 他在教长的刑期跟再犯率的下降没有相关 事实上研究结果与此相反 他说在教长的刑期会让再犯率增长3% 教长的刑期会让再犯增长3% 这个就是说刑法道理的贺阻力 应该是说适切的刑法 适切的刑法就是说 那个罪行 相当原则 根据罪行相当原则 他犯罪人所犯的这个罪 要给他适度符合比例的 刑法 理论上是有再犯 有贺阻再犯的效果 但是对于杀人犯罪的话 死刑就是没有贺阻效果 那也不能说贺阻 也不能说贺阻效果没有效 然后就不执行贺阻 那更糟糕了 这发现说支持的监禁 这就是说 对某些犯罪的被告可能具有犯罪学习的效果 就是说 监禁的话 就是那个 刚好都是跟这些那个犯罪的学长学姐交换赖 然后出语以后就 变成那个组织犯罪了 犯罪 在犯罪监狱在监禁里面 大家相互交流 如何犯罪 出语以后 道险更高 这就是说 监狱 对某些犯罪 被告而言 具有犯罪 学校功能的说法 就是说进去里面学习 照高升就对了 这里还有一个研究 2000年的研究 就是说 格尼 格尼茨 格尼茨 还有一个 Rust Tichini Rust Rust Tichini 这两个学者 在2000年做一个研究 刑罚是价格 A fine is a place 这篇研究里面 他说 他说对先前不以罚金处罚的行为 开始出以罚金法 就是 某一个行为 他之前不是犯罪行为 后来我们就给他 规定为犯罪行为 以后我们就给他 处罚罚金 可能反倒会增加那些法律所不想要的效果 而非减少 反而会增加法律所不想要的 增加犯罪 而不会减少犯罪 他说因为当罚金取代了伦理道德作为 刑罚规范的诉求内涵的时候 假设这个罚金又够低 比起那些非金钱方面的批判 人们在心理上会比较容易克服 罚金的障碍 这意思是说 非金钱的批判 就是来自于伦理道德的批判 就是说假设这个罚金够低的话 反而会助长犯罪就对了 他说 将一些先前市场价格不明的事物 标上价格 犯罪市场 价格不明的那个犯罪行为 我们给他标上罚金 这个行为要处理罚金 结果罚金又够低的话 会大幅的影响人们对该事物的认知 且他有时会将事情 代王与贺阻理论 所预测相反的方向 就增加犯罪就对了 因为 当罚金够低的时候 人们不怕 就不怕了 哪些罚金够低呢 事实上刑罚有些行为 真的他的罚金都是很低的 很低的 近年一些 实践研究得出 刑罚的种类 和轻重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处罚要具有迅速性 确定性 迅速性 犯罪发生以后 迅速被追溯 确定性 越高比例的 犯罪被逮捕 追溯被处罚 比较容易有 嚇阻的效果 这个 理论上就是这样 没错的 就是 在嚇阻犯罪里面有两个 大区块 一个是确定性 一个是严重性 确定性 迅速性 跟确定性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真正的为 被嚇阻犯罪是迅速性 被制裁的迅速性 刑罚具有迅速性 刑罚 刑罚具有确定性 比刑罚的 那个 严重性 还更好 效果更好 他说2010年的研究 对象 研究指出 提高街头 巡逻起立的部署 提高 犯罪被发现 追溯的机会 有助于降低 某些财产的犯罪 降低 切刀跟犯罪 因为那个财产犯罪是犯罪人 事前 最会计算成本效益的 然后进行理性选择的犯罪行为 那二来 这些犯罪必须在街头出没 抢夺 所以当提高 巡逻警力的时候 犯罪之际遇到警察 巡逻警察的机会 也会很提高 那一些研究有认为 他说认知影响人 人类行为 学习的重要性 认知 认知 就是认知心理学 对于刑事政策的重要性 一个刺激 对于犯罪行为的刑法 他说在拥有不同 认知的人身上 会产生不同的 效果 举一个例子 像刑法271 杀人 我们现在是10年以上 有疾毒刑 有疾毒刑 或死刑 对不对 然后 同样的是死刑 对不对 拥有不同认知的人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还是有杀人犯罪发生 他说2010年美国有一份报告 这样说 显然地 增加刑法的严峻性 严刑峻法 对于那些不认为 自己会因为他的 犯罪行为 而被抓的人 是没什么效果 有一些人认为他就是 他是江湖大大 不可能会被警察抓到 事实上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警察有那个天罗帝王 科技执法 监视器 到处都是监视器 他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下乖计划 对青少年犯的一种 在犯预防 叫做下乖计划 下乖计划 贺乖计划 下乖计划 带青少年 罪犯去参观监狱 有成年人 寿新人 来讲述监狱的 痛苦的生活 这样 起初把少年犯下乖了 结果是 与没有参观监狱 就直接被释放回家的少年犯相比 参观监狱组的少年犯 再犯的比例 参观监狱 反而更加高 为什么呢 因为亲身接触成年世界的这些监狱里面的犯罪人 在少年犯的认知里面就像英雄一样 因此更助长的少年犯 就是 他去这些下乖计划把青少年带去监狱里面 跟那个成年犯 接触 然后有成年犯来跟他们讲 监狱怎么不自由 结果这个少年把那个监狱的兽形成把他当做英雄一样 呵呵呵 不然尽管如此 仍然还是有很多研究支持中跑的效果 中跑的可能性仍然是 他的效果还是一直在的 另外就是还有支持贺族理论的 事实上 贺族理论 中跑也有一 也有一些研究来支持贺族理论的 贺族理论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那个贺族理论 贺族理论跟 贺族理论 对贺族效果支持跟反对的都有 还有三政法案的 就是也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就对了 那么看一个那个死刑的贺族效果 1996到2010年的 他会有17篇指出死刑有贺族效果 不过大部分的那个死刑 还是没有贺族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加重酒驾的处罚 他说我们加重酒驾的处罚幅度以后 酒驾致死的比例下降 然后他说酒驾致死的下降比例 下降的幅度超过整体交通事故的 那个幅度 说明这个加重处罚对减少犯罪 事实上还是有效的 在酒驾方面 也就是说有证据支持 一般人之官里面 唯有加重刑者才能减少这类悲剧发生的 发生的看法 在酒驾方面是得到的印证的 也有资料显示 就是这个 李毕德他的那个研究里面 他说 他观察1978年到1993年的犯罪率资料 严刑俊罚和犯罪率的下降 事实上有 有 有正相关就对了 罚得越重 犯罪率越低 也有一些学者专家 来批评说 主张重罚的人 往往忽略了社会结构 就是说当人类社会的某种现象大量发生的时候 大量发生这种犯罪行为的时候 往往是背后的犯罪结构 逼得某一些人往这个方向移动 往犯罪的方向移动 这样 当犯罪评护差距过大的时候 犯罪行为变屡出不嫌 这个维尼指数 维尼 那个 在判定那个评护差距是 基尼指数 有一个指数可以 可以来 来 来那个 判别那个评护差距 评护差距过大的时候 犯罪行为 便会 便会 增加 犯罪 犯罪那个行为 就会增加 这是社会结构的问题 即便你把刑罚 你把刑罚 拉得很高的话 社会结构 就算把那个 行动拉得很高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 仍然会不断的制造出新的罪犯 所以就是说 一种社会打扰文主义 淘汰下等人类的现象 这还蛮广播的 下等人类 那也有证据反对 治乱是用重点的 就是说 一些研究认为 他说提高刑罚最好的效果就是没有效果 最差的效果就是提高人们的暴力气息 微乎增加暴力犯罪 维乎增加暴力犯罪 所以 所以 呃 就是反对 贺阻理论 也有了 反对贺阻理论 他们是说 那个 事实上 主张壮袍的人 往往忽略的 社会结构 那 这个是 呃 应该是说 犯罪学里面 除了社会结构以外 来解释犯罪学里面的 还有犯罪心理学 犯罪生物学 犯罪社会学 批判 批判社会学 批判犯罪学 犯罪产生原因很多了 不限定于犯罪结构的 这意思是说 如果不解决 他背后的犯罪 他背后的生成的问题的话 光 凭这个 提高重罚 事实上 恐怕没有什么 效果 这是没什么 效果 这就是说要 要 我们要确定一下 那个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 犯罪原因是什么 好 那这个也有支持 那个 支持 支持贺族理论的 支持贺族理论的 他看到的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 他说保留体罚 和谋杀罪 要判死刑的新加坡 他整体的犯罪率 低于没有死刑 没有肉刑 没有鞭刑的 然后倾向对罪犯 使用轻刑的 西北欧国家 且其罪犯再犯率也低于 北欧国家 这是指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然后 这个 苹果军事 经济学是支持贺族理论的 支持贺族理论 酒驾 加重酒驾的处罚 结果 降低了那个死亡的那个 加重事故 的死亡的比例 事实上也是支持贺族理论的 贺族理论的 然后 呃 也有一个 一些那个 1996到2010年 有24篇的死刑研究 就是说也是支持贺族理论 贺族理论的 不过这个死刑的 有没有贺族效果 还是真的 很有争议性 跟各位财宾报告 就是说 这个研究里面 24篇研究里面有17篇 支持死刑的贺族效果 不过 这个跟各位嘉宾报告 许春金教授 也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 他在这个 他犯罪学里面 在他那个 自由意识与理性选择理论里面的 第五章 这部分 就是 223页里面 死刑废止国跟 执行死刑国的 比较 1997跟2016 我们现在看到2016 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大概有200个左右 法律上完全废止 所有犯罪都废止死刑的国家 以2016为止 已经有104个 半数的国家 全球半数的国家都完全废止死刑 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 37个 执行死刑的国家只剩23个 执行死刑的国家 23个 所以 所以当代死刑 有朝向那个废止死刑的 的那个方向 移动 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国家 没有执行死刑 没有执行死刑 真正在执行死刑的国家 全球只有23个国家而已 我用个比例来 来算一下给各位家宾看 现在全世界的国家 主权国家大概200个左右 现在还有在执行死刑的国家 223个 除以 200 大概11.5 12 就是说 执行死刑国家 23个 有在执行死刑的国家 只剩下13个 除200个 国家 主权国家 大概11.5 所以 所以现在 有在真正执行死刑的国家 大概只剩下全球 12%而已 就是说 在200个 全球200个主权国家里面 真正在执行死刑的国家里面 大概只有12% 12%而已 所以 所以 事实上这个 12%是很低的 很低的 快要接近 我们 可以简单把它归纳 全球的主权国家里面 大概只有 超过一点 就到一层左右 12%左右的那个国家 大概一层左右的国家在执行死刑 其他八层到九层的国家都没有在执行死刑的 所以事实上废止死刑是一种全球的趋势 废止死刑是全球的趋势 那这一盘的研究是国外的 国内的研究的话 事实上死刑是 是没什么 没什么效果的 没什么 在国内的研究里面 国内的研究里面 死刑的贺阻力 死刑事实上是 呃 死刑是没有贺阻力的 我跟各位脚民报告之后来 查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在那个国家图书馆 Google 输入国家图书馆 然后这里的 支援查询 我们点入 台湾的那个 硕博士论文 台湾的硕博士论文系统 然后 关键词 栽药 我们给他打 我们可以用那个 打上那个 死刑 打上死刑 打上死刑 然后来search 来搜索 那就可以看到最近 最近的那个 死刑的那个 他的那个 的研究 那像这些都是认知 我们最主要是要找到那个 真正的那个死刑的 他这些都是比较的 要找的话 真正要找到看那个 他的 死刑的那个 他的那个 实际的 因为这些都是意见 这个就就比较有 台湾死刑制度 事为有效贺阻犯罪 2005年到2020年 这个研究生叫郑若宁 他是两个大学 清华大学 不过还是要点进去的 先看一下他 他那个 论文的基本资料 论文的基本资料里面 论文的 我们看看他 他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论文摘要 论文 这个死刑是否有 有效贺阻犯罪 论文的基本资料 这 理论上应该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 灾药 灾药 这个 他这篇没有那个 论文摘要 一般 看一下他这个 论文摘要的话 事实上是 就知道他 他写的那一个 这篇报告里面 应该是很好的报告 只是说他没有 没有那个 论文摘要 一般 一般有那个 我记得一般 好像都有那个 都有那个 摘要 这篇怎么没有 这篇怎么 没有摘要 好可惜 一晚到时候 我们只要看一下摘要就好 没关系 我们再看其他的 有关于那个 事实上国内在研究死刑的 资料 非常多 非常多 不过我们要找的话就是要找到他的那个 实际的 就是他的那个 贺阻 贺阻的效果 贺阻的效果 那也可以 也可以用 用那个这样找的话好像太慢了 因为他那个文献 文献很多了 我们也可以用 进阶的那个搜寻方法 进阶的就是 打 在那个 摘要里面 打一个 死刑 然后再打一个 贺阻 贺阻 这样 这样就比较有那个 比较早得到他那个研究的那个 他有关于他那个 用进阶的方式 用进阶的方式 他这里有一个进阶查询 进阶查询 那我们这个栏位里面 摘要里面内容会比较多 摘要 摘要 那我们这里可以打死刑 死刑 然后呢 因为我们探讨他的贺阻 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的贺阻理论 那我们就打上贺阻 贺阻 这样就可以 缩小他 他那个 收取的那个 放 95年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篇文章 这篇就有一个摘要了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一个 这个 这个 他是冯甲大学面经济学 硕士班的 95年 民国95年的时候 那他这个 这个硕士是杨书琴硕士 杨书琴硕士 知道教授是李文传 李文传 这篇 这篇报告 这篇报告 跟各位嘉宾报告 我们看一下他的点阅率 点阅率 点阅率 个时百千万 跟其他比起来 这篇真的是个时百千万 一篇论文 可以被点阅到两万多次 事实上 就是李书琴这个 硕士他应该写得非常好 好那我们直接看一下他的那个 他这个李书琴硕士的这篇那个 他的那个 事情 他利用研究1973年到 诶 1973吗 我看一下 李书琴硕士嘛 他那个资料 李书琴这本硕士论文 他是用1973到2005 然后探讨 犯罪率跟贺阻变数 他说 警察破货率跟犯罪经历之间有显著的互相关 破货率对犯罪发生率有显著的嚇阻效果 破货率 好破货率 破货率 跟各位嘉宾报告 他这里有提到 他说 破货率 破货率 破货率的话 事实上就是警察的那个 确定性 就是 就是指法的那个 迅速啦 就是他的确定性 确定性 确定性 因为在贺阻理论里面就有提到 贺阻理论里面就有提到 确定性的话 确定性 确定性 越迅速 越迅速的话 越迅速破案的话 越有贺阻的效果 越迅速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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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 越迅速破案 他会 那个 潜在的罪犯 认为自己几乎一定会被 犯罪 因为犯罪被抓 这就是说他的那个 加强 无论刑法轻重 在处罚确定性 迅速性的 迅速性 处罚的确定性跟迅速性的 状况之下 潜在的罪犯 他们认为 几乎一定会被抓 所以他就比较不可能会去犯罪 不可能去犯罪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执行死刑人数 跟暴力犯罪 发生率有显著的 正相关 执行死刑越多 暴力犯罪就越多 这样 所以 执行死刑人数越多 就是贺阻 贺阻 贺阻理论 这个就是 贺阻理论没有得到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执行死刑人数越多 暴力犯罪就越多 但是 执行死刑人数跟 故意杀反犯罪率 没有显著相关 就是说 死刑的执行效果 没有贺阻效果 贺阻效果 社会变相跟暴力犯罪 发生率跟 故意杀反犯罪率 没有显著的效果 这个社会变相不知道是哪个变相 这要详细看 他说 那个 失业率跟故意杀反犯罪率 有显著的互相关 失业率 越高 这部分 失业率越高 杀反犯罪率就越 越低 这个失业率 很特别 我之前跑的资料里面也是 失业率 越高 杀反犯罪率 是不是应该越高 对不对 事实上 失业率越高 我们有那个补助 我们那个劳动部有补助 劳动部补助 所以不一定会去杀反 失业率跟故意杀反犯罪率是 互相相关 他说经济成长率跟 犯暴力犯罪率 跟杀反犯罪率 没有显著的影响 好 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就是说 执行死刑 跟 能不能贺阻杀反犯罪 事实上是不行的 整体而言 死刑的执行人数比率是没有 死刑是没有贺阻效果的 死刑是没有贺阻 根据这个 杨淑琴 硕士的演技能 死刑事实上是没有 贺阻效果 还有一个 黄云青硕士 93年的 死刑的那个 贺阻效果 我们看一下 并没有证据支持 死刑有没有贺阻重大犯罪的效果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是中山大学的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93年毕业的一个硕士 叫做 黄云青 阿指导教授 林欣佩教授 这个是 黄云青 黄云青 他是死刑对重大犯罪 贺阻功能的研究 我们看一下他的摘要 他说 他从民国83年 1月到93年 这很长的10年 132个月 各地方法院的 数据为统计 资料 被执行死刑人数 他的假设就是要验证 死刑可不可以 恶阻状态 暴力犯罪 那这个是前三个月的 死刑人数 前三个月的 平均死刑人数 前六个月的 平均死刑人数 为 预测变相 就是所谓 X变相 Y 就是可以 恶阻 杀犯犯罪 强盗 强制性交流 恶阻人恶罪 结果和 过多项 过去研究结果 显示 显示至少 就我国过去 11年金月而言 并没有证据 支持死刑人 恶阻重大 暴力犯罪 这有提到 这个结果和 过去 按多项 过去研究 就是很多的研究都显示 跟各位嘉宾报告 死刑 没办法 恶阻犯罪 死刑没办法犯罪 就是这个是 这个研究也是一样 这个 黄云青硕士的研究是 也是觉得死刑没办法 恶阻犯罪 死刑没办法 恶阻犯罪 就是 这一个是博士论文 邱明伟博士 邱明伟博士 刑法重刑的犯罪恶阻效果 这个我们刚好提到 恶阻理论 我们看到 灾药 看看他有没有恶阻效果 那这里他说 针对2003年1月到2009年12月的官方统计资料 来解释新刑法重刑政策前后的犯罪率比较 结果显示整体犯罪发生率 在暴力 切掉犯罪发生率 都有明显的下降 新刑法重刑政策 可以影响 对于那个整体犯罪率有负向的效果 对暴力犯罪 切掉犯罪有负向的效果 所以事实上 就是说 重刑 但是 不是死刑 就是罪行相当原则的罪行相当原则 就是 我们对犯罪人对被告处罚的那个刑度 跟他的犯罪行为要相当 在这种符合比例原则的那种重刑化 事实上是可以减少各类型的犯罪 那这个 这个博士 这个 邱明伟邱博士 他是中生大学的博士 邱博士 邱博士他有提到 他说 离婚率对各类犯罪影响 也是不容忽视 他说 新刑法 研究结果显示 整体犯罪率 暴力犯罪 切掉犯罪率 都明显下降 这就支持 嚇阻理论 新刑法 重刑政策有显著的 对各类犯罪有负向的 都可以减少 降低各类的 犯罪发生率 好 所以贺阻效果得到的 的那个支持 那我们看一下 他那个样本是那个 受刑人648名 他说 他这个 重刑的那个贺阻效果 他说 哪些因素可以 各个变相中 监律排除特权步伐的解释力 监律排除特权步伐 因为他们是问 受刑人 监律越公正的话 事实上就越能 贺阻效果 这个的贺阻效果 所以说这个研究 这个博士 这个博士 他一般认为说 贺阻效果 第一个是 迅速性 确定性 射挺体 第二个就是 严重性 很少人有看到监律的那个 监律官的那个 清廉 监律官越清廉的话 事实上越有贺阻效果 入监服刑次数 入监服刑次数 法院审理 这就迅速性 迅速性对于贺阻效果 仍然是很有大解释力 公正性 公正性 所以事实上 贺阻效果 不只是说传统的 提到的迅速性 跟确定性 事实上还有监律官的那个 连结性 还有入监 他本身是不是常常入监服刑 还有一个 迅速性 对贺阻效果 仍然是有的 贺阻效果 还有 职业的稳定性 可以结析到23.6 事实上新刑法 还是可以有贺阻效果的 这个是 这个是邱博士的 研究 中正大学 犯罪防治研究所 邱博士 他写得非常好 指导教授杨士隆 杨士隆 杨士隆 教授也是我 博士论文的 口识老师 口识老师 那这个 邱明伟博士他写这个论文 博士论文 我国刑法重行政策的 犯罪贺阻效能研究 以民国95年 新新法 新修正刑法为例 那这边 值得跟各位嘉宾推荐 我们就看到 次级资料分析的 他分析 邱博士分析的 2003 1月到2009 官方统计 进行统计分析 与民聊新新法 重行政策的 前后的犯罪 比较 清醒 结果 邱博士他研究结果显示 新刑法的重行政策 对整体犯罪率 可以 新刑法的重行政策 可以抑制整体的犯罪率 新刑法可以抑制 抑制可以降低暴力犯罪率 重行可以降低 切捣犯罪率 重行 可以降低各类犯罪的发生率 重行可以降低暴力犯罪的犯罪率 然后离婚率 对犯罪率有影响 这个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 他说 显示受刑者的职业入稳定 他对贺阻效果就越高 入坚扶行越少 贺阻效果越高 刚才有跟各位嘉宾报告 事实上监禁 不是很好 你监禁越多 又没什么贺阻效果 监禁越多 过去入坚扶行次数越少 越有贺阻效果 所以带那个青少年 下乖计划 带青少年去参观监狱 有时候会有反效果 因为他们觉得 原来监狱还过得不错 早上吃得这么好 有豆浆又有馒头 馒头又这么大颗 哈哈 这样我这个不用工作 有饭吃 中午餐也不错 监狱的菜色 事实上真的也不错了 那监狱里面都有那个 职业训 如果是学习点面包 下午三点的话 就又可以有面包可以吃 所以一天可以吃几餐 吃四餐 那青少年会觉得说 那不错啊 在监狱里面过完 蛮不错的 所以他越早接近监狱 他贺阻效果越低 法官审理 案件越迅速 这就是 今天跟各位报告的 贺阻效果有两个部分 迅速性跟确定 跟严重性 迅速性事实上还是 很有效果的 能够贺阻犯罪 然后法官 那个公正 法官公正性 这个部分 贺阻 理论好像很少提到 监狱监狱官 的公正性 连结性 可以贺阻犯罪 这个 以前没有提到过 还有 吸收新人 对新刑法 重刑政策 犯罪贺阻效果 感受就越高了 就是监狱官越清洁 越清廉 法官越清廉 然后 刑法越迅速 入监服刑次数越少 职业越稳定 这样可以解释 贺阻力可以达到23.6 社会科学解释力 23点 就是他 这几个变相对于 贺阻效果可以达到 23.6 将近24 四分之一 所以邱博士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 监狱官里的体制 北逊 就是监狱官要非常清廉 监狱官要非常清廉 还有国外的那个判决量刑者 就是法官量刑的时候 真的要公证 公证要公平公证这样 还有加强习惯犯的矫正工作这样 建构公开透明的 假设审 审核机制 审核机制 好 这个是 这个是邱博士的观点 邱博士 邱明伟博士他认为说 重刑可以贺阻犯罪 贺阻一定得到 的那个支持 然后这个 这个 呃 死刑 这个黄云青这个死刑 就没办法支持 死刑对重大 犯暴力犯罪 黄云青 好 黄云青 黄硕士的话 他说结果都没有发现 死刑可以贺阻 杀人犯罪 死刑 没有发现死刑不能贺阻 杀人犯罪 死刑不能贺阻 强大犯罪 死刑不能贺阻 强制性价犯罪 死刑不能贺阻 人犯罪犯罪 所以黄云青硕事上认为说 他的研究跟过去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好 就是说 没有证据可以支持死刑 能够贺阻重大犯罪 重大 重刑是可以贺阻犯罪 但是死刑就没办法 死刑没办法贺阻犯罪 死刑没办法贺阻犯罪 好 那在 做结论在结束之前 再跟各位 嘉宾报告 就是说 贺阻理论 有人反对 爱也有人支持 好像邱博士 邱明伟博士 他事实上就有了 他说 他说 像那个 有一个学 学者 哭泣 哭泣 哭泣狗 哭泣狗 他说发现了 刑期长度 与债犯之间有互相关 每增加一个月的刑期 债犯率就减少3% 这就是支持贺阻理论 支持贺阻理论 贺阻 支持贺阻理论 每增加刑期一个月就减少 1.3的那一个 债犯率 1.3 1.3 这就是 支持贺阻理论 也有支持死刑的 也有支持死刑的 这样 这是行 是行的 好 这一个 乔治梅森大学 他有一个研究 叫做三政法案是否 贺阻犯罪 他结论他提到 他说 假如美国监禁率上升10% 犯罪率就会降低2% 当然这项措施非常昂贵 监禁把他提升的话就会降低犯罪 这样 这一部分就正反两面都有了 那酒驾这一部分是支持那个 贺阻理论的 支持贺阻理论 也有反对贺阻理论的效果 好 那 贺阻理论最常见的就是加强法律的执行程度 这就是迅速性 然后这就是确定性 这样 理论 结果就是正反 正反两面都有了 正面跟反面的效果都有 然后 在 在那个重刑这一部分 酒驾这一部分事实上有效果 然后在那个 因为我们台湾演兵过95年 新的那个 95年新修认的刑法 采取重刑政策 对于贺阻犯罪事实上是有贺阻效果 但是重刑里面的死刑的话 就对于很多研究都显示说 对于死刑没办法贺阻犯罪 这样 这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非常感谢你的 聆听 谢谢您 谢谢